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 雞蛋妹 提起華碩大家應該都會想起一連串的電影產品 今天就要看看它的電影廠片 在我旁邊就是它們的遊戲廠片 型號就是AX5400 今天除了會速度測試 然後會下載影片和打機 看看它的網速之外 因為它的Apps也有很多特別的功能 所以今天都會一次過看完它 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Go 它的外形和華碩的電影產品一樣 都是在走型格再加RGB燈的路線 黑色的機身採用了不規則的設局形狀 表面除了有RGB燈之外 還有裝飾的線條 上面有六條可以扭方向的天線 可以擴大覆蓋 後面就是接口的部分 有四個LAN port 其中一個專貨遊戲 一個WAN 一個USB 3.2 選擇PS 鍵 Reset 和開關 這個路線有四個LAN port 另一個就是專貨遊戲 專貨遊戲的這個 就會成為這麼多裝置中 第一個優先上序 確保寬頻的使用 例如可能你在房間打電腦 電腦或者PS5 插了這個Gaming LAN port 你外面的家人同時 可能在播劇或上網 插了Gaming port的PS5 或者電腦就會成為這麼多裝置 第一個優先使用順序 之後我們就來到最重要的SPEED TES 我們的路線就放在廳 我們就會測試三個地方 第一就是廳 第二就是隔了一座長的房間 第三就是最遠的廚房 廚房的位置就是一個小走廊的盡頭 即是來路線最遠的地方 我們就會測試一下 在這三個地方測到的網速是怎樣 另外我們也會在Netflix 下載一些影片看看下載的速度 好 現在就開始了 下載的速度大概就是770Mbps 而上載就700左右 之後再看看Netflix下載影片的時間分別有多久 在廳下載46分鐘的影片用了10秒 而23分鐘的影片用了4秒 第二站就來到房間 我已經關閉了這個房門 在這個密閉的空間之下做SPEED TES 現在就開始 在房下載的網速是549Mbps 而上載是462 在房間46分鐘的影片用了11秒下再完成 而23分鐘的影片用了5秒 最後一站就來到這間屋的盡頭 就是廚房了 那就一樣 開始 下載是445Mbps 下載的速度就是445Mbps 而上載的速度就是210Mbps 廚房方面 46分鐘的影片用了8秒 而23分鐘的影片用了6秒 好 我剛剛做完SPEED TES 在廳的網速一定是最好 因為它沒有長的左隔 然後跟路線的距離也是最近 但是就算去到廚房我覺得它下載的速度 其實都好像有400Mbps 所以我覺得這個速度都可以 但是它們上載的速度相對上就會飄浮一些 我覺得如果你家裡的面積再大一些 多一些房間 住一場再厚一些 或者走廊再長一些 其實都可以考慮買同款的路線 因為它多買一兩個同款的路線 它們都可以連起來成為一個AIMASH的網絡 遊戲方面 玩遊戲都很順暢 沒有Lake的問題 分別都看看在三個地方玩遊戲的數據 最後因為它的APP有些特別的功能 例如遊戲 安全上 又或者家長可以用的小功能 現在就來看看 打開APP之後 除了看到有基本資料 還會有不同的模式 首先它有手機遊戲模式 開了之後 Router就會優先處理這部手機上的上網需求 如果玩手機遊戲來說就很適合 之後它可以看到所有連接裝置的資料 檢查到各個裝置的網速 也有很適合家長的功能 可以改動家庭成員使用裝置的網絡 例如將小朋友的手機 設置到幾點到幾點才可以上網 好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有些甚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就給一個Like 然後可以再看看我不同的社交平台 我們很快再見 Bye Bye